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比拉尔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给大家呢通报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经过几天的这个观察 以及多方面的这个核实 以及呢这个消息的这个汇总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啊 就是加拿大 这个陆军司令 代理的后任的国防军的总参谋长 叫做这个特雷弗卡迪厄 现在呢正在这个 这个敦尼斯科的马里乌巴尔市 那个钢铁厂的地下 那么这件事情是可以证实的啊 他现在是中将军舰 如果说他就要顺利的能当上 总参谋长的话 他就是上将军舰了 那么这件事情闹的是挺大的 但是在大概七天前 一个礼拜之前已经有这个消息传出 当时呢我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我一直都没报 为什么我没报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兵做节目讲究信誉 如果没有证实的事情 是一些小道消息 我是不会来报的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是作为一个媒体人 应该有的那份严谨 咱们不能够吹牛逼 不能够这个未经证实的 未经核实的消息 就在网上传播 这是有微这个传媒精神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么这边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可以串联起来了 那么第一个 这两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到俄罗斯见普京跟普京谈 普京没有对他很热情 坐在这个普京特有的那张 这个长行桌上 那个坐那种桌子是很压抑的 大家要知道吧 你讲话要声音要大一点 然后呢 明显对方对你保持有这种敌意 和不信任 普京见所有的外国人领导人 只有少数几个 他认可的像我们的习主席 像伊朗的 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兄弟国 他的兄弟国家 信任的一些国家 包括说印度什么的 他都是会比较近 见这些西方的 或者说替西方来跑场子的 那么他都会坐得比较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之前呢 这个 奥地利的这个总理 内哈默 德国总理舒尔茨 马克龙 去见普京都是坐这样的 坐这样的位置 确实令人觉得挺压抑 挺尴尬的 那么普京给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待遇 可见他应该猜得没错 他应该是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过来求情的 要求普京把这个人给放了 或者说不要把这个人给公开亮相 因为马上就是5月9号 俄罗斯的这个二战胜利日 胜利节 那么非常有可能 因为俄罗斯也讲了嘛 说这个人 已经被抓了 这个呢 我们也不知道有 能不能证实 他是被抓了 还是还在这个钢铁厂下面 意思要投降还是怎么的 我们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 这个消息还是 没有得到证实的 那么如果说他被抓了 就是之前啊 那个视频画面里播放的那个人 那个 这样的看的话 这个特雷弗跟那个人是能对得上号的 因为那个长相能对得上号 而不是大家认为的 这条大鱼是 美国驻北约的欧洲司令 罗杰中将 那我看这个照片是对不上的 但是如果说是特雷弗 卡迪厄中将的话 那是能对得上号的 就是那个被手 反反反到后面 穿的那个羽绒服 那如果 那应该就是他被抓 那么如果他被抓 俄罗斯现在跟这个西方关系这么 这么糟糕 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5月9号 俄罗斯胜利日 或者说更晚些时候 今年 下半年举行的这个 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 把这个中将给他 拿出来 当骡子一样的来溜接 游接势众 那这个西方这个脸面 加拿大西方 北约这个脸是丢尽了 所以说通过 普京对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的体态语言 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蛛丝马迹 估计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不想搞得太丑 那你既然你的立场 不是亲俄罗斯的 或者说 不是同情和理解俄罗斯的 那这个 普京就会给你这样的 坐到那个对面 对手的那个位置上面去 你是代替西方来的 所以说 乌克兰也在那边鬼叫 说 你联合国秘书长 怎么不先来乌克兰 先要去俄罗斯 那么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话 确实是 他是替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来跑一趟 先去俄罗斯 求普京放人 然后呢 他又去了基辅 那么在基辅 斯林斯基陪同他 在这个大街上面 这个游走视察的时候呢 俄罗斯导弹 继续在那边轰炸 在那里狂轰滥炸 似乎呢 是给了他一个回应 或者说对 这个古特雷斯的 一种蔑视 藐视 所以说 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 那么 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可以说得通了 那就是之前 在这个马林乌本 派了两架 米8的这个直升机 要去救 还有这个海上的 这个货船 不开军舰 用货船去伪装 要去救这个 救些什么人 那么这个人 估计就是这个 卡迪 这个特利福尔 卡迪厄中将 就是他 否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 斯林斯基对这个 钢场里面 这些人 非常的 不能道 让他自身自面 不允许投降 那么如果按照 这样的对待的 对待他们的方法 应该这个人 肯定就是被抓了 所以说 斯林斯基 把乌克兰 最大反对党领袖 梅德威丘克 给他抓起来了 然后呢 让梅德威丘克的老婆 在YouTube上面 发声 要求 让普京 救他的丈夫 梅德威丘克 说这个梅德威丘克 就是因为 持亲俄的立场 才会被整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件事情 也可以说得通了 那就是意思 就是要拿这个 来交换 所以乌克兰 不惜一些代价 就直接就是把一个 最大的反对党 就这样给残酷的 政治迫害 给镇压了 那么看来 这件事情 是可以得到合适的 因为大家知道 看新闻 看消息 要多方面汇总 咱们做这些自媒体的 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够像那些 正规媒体那样 为了正流量 把它给碎片化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串联在一起 但它就是要碎片化 碎片化才有流量 才有工作量 其实你把它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碎片信息 给它拼接在一起 把碎纸机 碎掉的这些纸 拼接起来 这个才是王道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 这位中将 他是什么来头 这是我找到的 2021年的 10月14号的 央视客户端的 一篇文章 题目是这样的 加拿大军队后任 国防参谋长 因历史指控 而接受调查 加拿大国防部 与加拿大军队 当地时间 10月13日 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后任 国防参谋长 特里芬卡利厄中将 正在接受 加拿大军队 全国调查局的调查 原因是他涉及一些历史上的指控 特里芬卡利厄中将 原定在9月7日正式 接任代理 国防参谋长的职务 特里芬卡利厄发表声明称 这些针对他的指控 都是捏造的 但让他理解 推迟他的就职仪式 等待调查结果的决定 加拿大军队前国防参谋长 乔纳森万斯上将 被报行为不端 并接受调查 后因妨碍司法而被正式指控 继任他职位的是 阿特·麦克唐纳海军上将 上任仅40天 就在今年2月24日宣布辞职 以此换取军方不再调查 其行为不端 韦恩·艾尔随后代理 国防参谋长的职位 然后呢 也是因为这个什么 所谓行为不端 后来呢 就是这个 叫做特律弗尔卡迪厄 那么对他们的共同指控 就是他们在军中长期 对下属进行性骚扰 说白了 就是说你说性骚扰 那只是放风 轻的讲 网众的讲 你有没有强暴 有没有玩乎职守 独职 利用职务来干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百分之百肯定是有的 大家要知道 我之前说过什么 我说尤其是大家在那时候传 马里乌宝尔 有他大鱼是美国的 这个欧洲司令 罗杰中将 我说不可能是这个罗杰中将 因为这个罗杰中将 这些美国北约的这些高级将领 那都是在办公室里面抽的大学家 在那里搂着小秘书 在那边 扣摸 做一些这个 不太雅观的一些动作 做一些扣摸的一些动作 那么再加上在办公室里面 对吧 这个 做一些善而不宜的事情 那么 他们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只会看文件 他不会打到 我说过 到现在你看 有哪个北约 提出来 给乌克兰提供这个野战防空导弹 没有的 那你说他们会打仗吗 会打个屁 所以说这些将军 他怎么可能去前线 那么如果说非要有去前线的话 特利福尔卡迪厄 那有的网友说 那他怎么去前线了 那人家有小辫子 攥在人家手里 人家想当这个 国防军的总参谋长 国防总参谋长 那现在有小辫子 攥在别人手里 那是不是得去立一功 那人家给他穿小鞋 你赶紧 到了这个乌克兰 去指挥战斗 将功赎罪 以换取对你指控的撤销 对吧 那他就去了 去指挥了 那什么 一去就是什么狼窝 被人给什么坑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 加拿大以特鲁多总理为首的 这些左派势力在搞他们 大家要知道 西方的这些左派势力 他们最忌惮的就是这些军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军队嘛 都是正常的男人 对吧 你那些左派政权 都是他们二椅子 都是李廉英 这个魏忠贤这样的人物 那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 但还是宦官 宦官最怕的就是 这些高级将领 尤其是在边疆手握重兵的 这些高级将领 你想想看这个袁崇焕 这个袁崇焕 试图受挫 倒霉 出事 不都是这个魏忠贤 从中做梗吗 宦官最怕就是 这高级将领带兵杀回来 历史上都是 赵高这些 李廉英这些都是 刘景这些都是怕 这些在外的这些高级将领 所以说 他们要对军队进行改革 怎么改革 比如说像美国 允许变姓伦 去参军 允许他们有个海军部长四星上将 管后勤的 海军后勤部长四星上将 对吧 男的便女的 扎两个小辫子 我说过 那家伙 这个涂口红 这两边 不涂的 他就涂当中这一点 就显得是这样的那种 像那个异计一样的 就是异计不是涂口红 就是涂当中这一点 他也涂那样子涂的 然后他是美国海军上将 扎两个小便 一个男的 脸上抹那个粉 擦拭抹粉的 手上那个手指甲留这么长 涂的那个红色的指甲油 然后呢 这就是美国的海军 上将 海军四星上将 就是这个样子 那加拿大也是 也在最近进行改革 你把你这些正常男的都给你换了 那你们不就是对我造不了反了吗 对吧 你看马克龙 在法国推行极左政策 军方跟警察 马上就警告他 你他妈在这样搞极左政策 搞这些他妈的逼 这些变态事情 直接把你推翻了 他们当然怕 我说过了 你要理解 魏忠贤他们这些 最怕就是这些高级将领了 因为他们是正常男的 他们不是正常 他们是阴阳人 阴阳人当然怕你 真正的男的 所以说要对他这个军队 进行整肃 整肃怎么办呢 你这些当上高级将领的 基本上在部队里面都是很黑的 都有这个性情 西方军队那么黑 对吧 又腐败又特么的 这种特别是搞这种小牛小蜜 搞点美人计 给你 对吧 像赖昌星一样 给你拿这个探头 给你录一件 这个 不可描述的一些画面 片段 拿这个来要挟你 对吧 那你不被整死 那赶紧的 那现在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受 影响赶紧让他去就去乌克兰吧 就这样 上了他妈贼船了 在马里乌波尔那个地方 被俄军给他妈抓住了 我操 这下子不是他妈丢脸丢大发了 身败名裂 所以说加拿大 赶紧的让他在4月5号退役了 说他退役了 那你退役 你他妈得把人给拉出来看 没有的 所以说就证明这家伙就在这个 马里乌波尔这个钢场 而且是已经被抓捕了 就是那次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谓片段 救生这个人 所以说古特雷斯代表加拿大赶紧去求他 因为这是这个很丢人的 你加拿大他妈的 你为了加拿大也很怕 大家知道 我说过特鲁多这些小小的 当他去普京看到他们 去镇压加拿大的这些 自由的卡车司机 他们因为不想打针吃药 不想打那个韦哥公司的药 疫苗 那么跟加拿大去抗争 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给镇压了 那普京看到这一点就知道 你这些小小的 你他妈都是李莲英 都是他妈打小怕事的 只会他妈窝里恨的 然后他就敢打乌克兰 就敢打乌克兰 你们他妈都是怂祸 所以说你看 你加拿大要是你不怕 你就说我的中将 我就是英雄 我们加拿大的英雄 抵在前方参加战斗 那这样的话也不好 这样的话他妈的 那你北约现役军官 在这里参加战斗啊 那么所以就把他给退役 退役完以后就说明 你看我们不是现役军官 在参加战斗啊 我们是他是雇佣兵 自发行为啊 他是已经退役的 这个中将了 你俄罗斯不能找理由 给我找他妈 萨尔玛特过来吧 一个一颗萨尔玛特 把他妈魁北克 给他妈平了 都是可以的 两百吨的这个重量 所以吓尿了 赶紧让他退役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北约 天天叫嚣的 要管台湾的事的 这个北约 要把中国给弄死的北约 就是这个屌样 在加拿大就是这个屌样 所以各位你觉得他们天天恐吓我们 我们会怕吗 都他妈一帮怂祸 闹肿 笑死个人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 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